再來這個Google快訊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服務 你有沒有找過不管哪一個搜据群 你有某些關鍵字你找不到你想要的資料 有沒有 比如說你可能你的要找的資料是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 或者說這個東西網路上相認比較好 雖然Google或者是一般我們講的搜据群 現在已經能夠找到很多東西 可是在整個人類的知識裡面 或整個我們生活的知識裡面 其實能夠找到還是很小很小的部分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的關鍵字找不到 請問你會怎麼做 明天再找 隔兩天再找 隔一個禮拜有想到再找 隔一個月完全沒有這回事 怎麼會去找這個關鍵字呢 因為你會忘記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我們可以用訂閱 我們就請Google影片幫我找看看有沒有 有就自動寄給你就好 這樣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對不對 因為有些像你可能特別關注某些主題 比如說你給他做某些的報告啊 或者是研究啊 那我就是特別關注這些相關的這些關鍵字 如果有就盡快 我收集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去找看看你們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呢 叫做Google快訊 Google快訊呢 你可以從哪裡去找 你進到Google的網站之後呢 你有登錄就可以 好 前提是你必須要先登錄一下 你那個Google的帳號 好你進去之後呢 像我現在這裡是有登錄的 有沒有這裡有登錄的齁 那你就可以到這個更多 更多裡面的更多 有看到 更多裡面的更多 你就可以去找到 有一個叫做Google快訊 一般應該是在比較下面 好看到了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Google快訊 有沒有同學用過這個功能 有嗎 比較早對不對 因為現在你找的關鍵字 可能隨便網路上就會堆了 可是 如果你 真的 那個關鍵字 找不到你要的 你可以從這邊 好 你 這邊呢 這個快訊呢 你可以做編輯的 你可以決定說 是每天寄給你 還是說 一早到就寄給你 還是一週寄給你 好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你的 關鍵字打進去 那像我 平常都會 找一下我自己的名字 我們要很自戀 但是 很重要的 你們有沒有 找過你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蛤 你有沒有找過自己名字 然後Google一下 你都不知道有時候你很有名 很有名是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人家的電話 地址 什麼 通通人家都知道 都被公布在網路上 所以其實我會找一下我的名字 只是因為我要怕說有些時候 自己的一些比較 不該 出去的那些資訊 就不小心公布在網站上 因為之前就有一次是這樣 就是 我去某個學校 然後因為他們學校 有那個 要填 講師的基本資料 那我們當然會填比較仔細 包括身份證資料 出生名譽 都會放在裡面 結果那個 陳茂老師剛好就不小心 把那個文件都PO在網路上 結果不小心 就寄來了 我想奇怪怎麼會有 怎麼點進去還會看到這麼完整的資料 那就趕快請對方把那個資料下降 把那個資料下降 所以其實 真的蠻建議同學 你可以Google一下自己的知名度 搞不好你會看到不該出現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做管理 你看你可以選擇 就是 那個頻率看是 即時的 還是一邊送一次就好 還是每週送一次就好 就是會者網之後再送給你 那這樣的話呢 就算這個資料目前暫時不夠 找不到組合你的 搞不好可能隔幾天 或在隔一段時間 欸就會以為你想要的什麼 資訊就跑出來 就自動送到你手上 這樣自然就相對比較方便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一個叫做Google快訊的 Google快訊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看一下 這個可能 其他自己的我就先暫時不講 因為怕等一下時間沒有 那有兩個 有一個APP 告訴各位可以試看看 有一個啦 那這個部分呢 我可能 要問一下各位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些時候 我們剛剛是找什麼 找網頁上的文字對不對 有一個圖片 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有時候聽到某些歌 這個歌 我有聽過 可是呢 怎麼樣 不知道歌迷 有沒有這個經驗 很多嘛 電視照也常常在做這種抢達 有的人很厲害 前面前奏出來就知道 可是我們聽到後面還是不知道那是哪一首 那請問該怎麼找歌 有兩個 APP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兩個很特別 我平常是比較喜歡第一個 因為呢 你用噴的就可以 只要你那個旋律知道 就大概的旋律知道十秒鐘就夠了 知道十秒鐘就可以 就可以用 好就可以用好 那麼下面這個呢 他是只不能用噴的 只能用聽的 比如說我現在聽到某一首 那我就把你的 APP靠近他 讓他去聽那個音樂 那他就可以自動幫你辨識出 這是哪一首歌 很好玩吧 也有這種APP喔 那這個 詳細的操作方式 可能我暫時就不在這邊做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這兩個 那我是比較喜歡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你只要大概知道那個旋律 稍微噴一下 十秒鐘左右 你的長度 他就可以 找到 那 我有試過 國語的英文的 大致上的問題 但是 台語歌 可能沒辦法 哈哈 如果是台語的歌 好像目前 還沒有辦法找到 但是國語的 大部分應該還OK 好 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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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